前往大自然从事冒险或危险活动民众 若发生生命 身体或财产等受损害 将来恐怕无法提起国家赔偿 行政院跨部会会议29号通过 国家赔偿法第六条修正草案 若开放山域水域有警告标示 人民仍进入 可免除国家的赔偿责任 登山团体支持 但认为应有配套 去全世界很多国家爬山 他们都是三月保险来cover救难 这个登山的救难险 或者登山的附加的直升机险 拿掉这个国家的责任以外 那应该要让人民的这些风险 可以透过保险制度来做一些分摊 政务委员张锦森在脸书上表示 这个修法将拿掉国陪井窟咒 政府可大幅度开放山域与海域 台湾可脱离妈宝籍国家 不过于2011年山岸死亡的大学生张柏威 她的母亲曾因为不满相当单位 搜寻不力提起国陪 她却认为这是倒退的修法 打搏国陪不是为了要赔钱 而是督促政府能够知道 山跟海有更多的需要 加强的救难的一个机制 跟人员训练 台湾可以告别妈宝籍的国家 你能认同吗 不认同 这一句话是缺少人权 登山专家强调 亲近大自然的民众需具备知识 更要负起确保自身安全的责任 而政府应更开放山区 做好宣导与基础设施 让人民自由进出 她相信大自然能教育民众 培养冒险犯难的精神 对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 远时新闻综合报导